我们来看看风险应对 这一部分的内容在考试里面还是比较重要的 它主要是在客观题的里面 考核什么控制测试 这是考试的重点 那么考试如何利用其中的审计证据 如何利用前期的审计证据 这是考的比较多的 另外在综合题的里面呢 也会涉及到像这个审计计划 或者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时候 会涉及到相关的控制测试和实际程序的 这些基本概念的考核 这一部分的内容呢 主要是掌握基本的理论问题 就是控制测试的性质时间和范围 以及实际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这是我们的对基本问题要掌握 首先我们来看看 风险应对是针对 报表层次的重大创报风险的 总体应对措施 这个它是总体应对措施 它是针对报表层次重大创报风险 这总体应对措施五个措施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通过这道题 我们来回顾一下 注册官司 对评估的财务报表层次重大创报风险 确定的下列总体应对措施中 不正确的事 向项目组强调 在收集和评价 审计证据过程中 保持职业怀疑态度的必要性 这是总体应对措施 分配更有经验的 或具有特殊计论的人员 或利用专家的工作 这也是总体应对措施 在选择进一步审计程序时 应注意使用某些程序 不被管理层预见和实现了解 则增加审计程序的不可预见性 这也是总体应对措施 对应收账款项目采用实质应方案 只要是说针对买某一个报表项目 那就不是总体应对措施了 它总体应对措施 它是针对报表的所有项目 它要么是在审计的态度上面 或者在它的措施上面 不是在具体的某一个项目的审计上面 它可能影响到什么 它会影响到对某一个项目的 采用什么样的方案 但是你对某一个项目采用的具体的 你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案 什么样的程序 那是针对认定层次重大触发风险 所采取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所以这个选项D 它不属于 只要是说到某一个报表项目 那一般都不属于什么 总体应对措施 我们来看看总体应对措施 包括什么 针对报表层次重大触发风险的总体应对措施 第一就是在态度上面 一二三都表明是态度 向项目组强调保持职业怀疑的必要性 指派更有经验的 或者有特殊计论的审计人员 或者利用专家的工作 第三提供更多的督导 四和五呢 更多是我们的措施上面 具体的措施上面 在选择你实施的进一步审计程序时 融入更多的不可预见性因素 不可预见性因素就是不让背景的外所预见 对你实施的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 和范围做出总体的修改 这都是对我们 这个对所有具体项目 我们在实施相应的审计程序的时候 我们的一个总体的一个要求 所以叫做总体应对措施 而选项D属于应对认定层次重大座报风险的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一个总体审计方案 大家不要把总体审计方案和总体应对措施搞混了 总体审计方案 总体应对措施是针对报表层次的 总体审计方案是针对某一个项目的 它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你是采用的一个总体方案 这叫总体方案 你到底是采用综合性方案 还是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 所以呢 我们说你对应售上款项目采用 实施方案 它是针对某一个项目的进一步 审计程序的一个要求 不是针对评估的财务报表层次 重大座报风险的一个总体应对措施 那我们再看看 如何来增加啊 审计程序的不可预见性呢 项目措施中通常无法增加 审计程序不可预见性的事 我们选取不同地点的实施审计程序 这可增加审计程序的不可预见性 调整审计程序的时间 采用不同的审计抽样的方法 以及采用不同性质的审计程序 都可以来增加审计程序的不可预见性 总之我们采用的审计程序 可能跟我们以往的措施不一样 就是让备行单位不可预见 这都是在程序上面 而指派更有经验的项目质量符合能源 这个质量符合 它不是针对某一个程序的 它是针对项目组的工作的 所以这个呢 它不会增加审计程序的不可预见性 那就要选B了 那我们看看 增加审计程序的不可预见性呢 我们一般是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增加审计程序不可预见性 注册官司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提高审计程序的不可预见性 第一个是 对某些未测试过的 低于设定的重要性水平 或者风险较小的账户 可能领实施实证程序 我们以往都可能对金额比较大的 或者风险比较高的来实施实证程序 那贝神医大外 他这一次他5B的都是在什么 在一些不起眼的地方 或者你认为 不可能出现5B的地方 他来 他来进行5B 所以我们这一次 改变一下方法 调整实施审计程序的时间 是贝神医大外不可预期 我跟以往的 从过监办的时间把它改一下 采用不同的审计抽样方法 使当期抽取的测试量本 与以前期间有所不同 选择不同的地点 实施审计程序 或者预先不告知 贝神医大外 所选定的测试地点 这些都叫做 增加审计程序 不可预见性的措施 22年这道考题 更多的是从概念上面考核 如果 他从运用上面考核 我们一般是什么呢 你只要是 你的审计程序 跟以往的不一样 那我们叫做什么 就增加了 审计程序的不可预见性 但是呢 如果是有些必须做的 你假如说 我要对什么 我要对每一个银行 账户都要做罕证 那就什么呢 或者对重要的 运收账款做罕证 那是你必须要做的 那不属于增加 这个 审计程序的不可预见性 你必须要做的 那不属于增加 就是了我们要 跟以往的审计 不一样的方法 那就是了 这样的话 在运用的时候 采用不同的审计 跟以往不同的 那我们叫做增加审计程序的 不可预见性 这些呢 从概念上面来考核 大家可以多读两遍 下列有关采用 总体审计方案的说法中 证据的是 那审计方案 有中和清方案 实质性方案 那么 注册官司 可以针对不同的认定 采用不同的审计方案 即使同一个 报表的项目 他可能针对 发生的认定 他采用中和清方案 针对完之性认定 他采用实质性方案 这是可以的 这采用不同的方案 采用什么方案 主要是根据 这个认定层次 重大错发风险的 评估结果 来确定的 如果是 发生的认定 重大错发风险比较低 那我采用中和清方案 准备信贷内部控制 来减少实质程序 对于完之性认定 我们认为他可能 陆基收入的可能性非常大 那我采用实质性方案 不准备信赖他的内部控制 或者他内部控制 不值得信赖 重大错发风险 他是因为这个内部控制 他完之性认定的内部控制 实施的不好 他的重大错发风险的比较高 那我就采用什么 采用实质性方案 所以针对同一个项目 报表同一项不同的认定 可以采用不同的审计方案 这个是对的吧 我们看选项B 无论采用何种方案 注册官司都应当 对所有类别的 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 实施实质程序 我们说实质程序是 必须的程序 你采用中和清方案 就是控制测试加实质程序 你采用实质性方案 主要是采用实质性程序 所以都有实质性程序 那这个是不是对的 这就是对的 实际上这不对啊 不对 它是我们说实质程序 是必须的程序 但是是不是对所有的项目 我们都要做实质程序呢 你假设这个金额很小 那我可能不做审计 是吧 是我们这里应该是 所有重要类别 这他说所有类别就不对 所有类别就不对 所有应该是所有什么 重要类别 所有的重要类别 所以我们要什么 要采用 都要实施实质性方案 都要实施实质性程序 不是对所有的项目 所有的交易 商户与我和披露 都要实施实质性程序 而是什么 对所有重要的 所以这一点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选项B呢 它是错误的 注册官司应当采用 实质性方案 应对特别风险 针对特别风险 我们是不是应当采用 实质性方案呢 不见得 我如果准备信赖 针对特别风险 我们一定要去了解 它的内部控制 我们认为它内部控制 设计合理 并且得到自行 我准备信赖这个内部控制 那我可以针对特别风险 采用综合性方案 甚至什么 甚至很可能 它的内部控制运行非常好 它的实质程序 我还采用实质性分析程序 这在我们前面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不见得对这个特别风险 一定要采用什么 细节测试 这就是要看它的内部控制 针对这个特别风险的内部控制 设计和执行的情况怎么样 所以呢 你是不是应当 这个针对特别风险 采用实质性方案 不见得 我可能会依赖内部控制 那我就可以 可以采用综合性方案 所以这个表述呢 也不对 这是不对的 是吧 注册关系应当采用 与以前 与前期审计一致的审计方案 除非 评估的重大错法风险发生变化 那我们凡是说 应该与以前一致的 在考试里面 徐老师原来讲过九个凡是了的 那么凡是说跟以前一样的 基本上都是错的 那除非评估的重大错法风险发生变化 我们说 这个 审计方案 就是审计方案 它要根据重大错法风险的评估结果 来确定的审计方案 难道重大错法风险 它没有发生变化 我们的审计方案 是不是就 一定就不能变化呢 这一点大家注意啊 你审计重大 评估的重大错法风险发生变化 你的审计方案不一样 那么是不是重大错法风险没有发生变化 那么的审计方案是就一定是都是一样的了 原来采用综合性方案 现在就一定采用综合性方案呢 那不见得 那不见得 还要考虑其他的因素 那我们看看 这个解析啊 无论采用何种方案 注册会计都应当对所有重大类别的 重大类别的交易账户余额和披露 设计和实施实际程序 大家注意啊 这里说 中大类别 是吧 就是重大就是重要 重大就是重要 是不是 这是大家注意的 应对特别风险可以采用综合性方案 不是说特别风险 我们一定要采用实际方案 并且采用细节测试 那是不对的啊 我们再看选项D 注册方式应当根据对认定层次 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来恰当的选择实际方案 或者综合性方案 也就是我们采用什么方案 主要是根据认定层次 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那是不是你 只考虑这个因素呢 那我们刚才说了 你如果是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结果 跟上期一样 那你是不是你的方案 就一定要采用跟上期一样的方案呢 同时也会考虑其他情况 例如 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 注册官司可能采用综合性方案 设计进一步审计程序 那假设今年 这方面的业务 它很少 我如果采用综合性方案 它什么 综合性方案 它都要做控制测试 要做实际程序 综合性方案可能成本还比较高 成本比较高 那我就可能会采用什么 实际方案 当然了 有的时候综合性方案 它的这个成本呢 也可能比较低 那就业务量比较大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采用综合性方案 所以呢 我们说啊 应当根据 对论定层次 重大账报 风险的评估结果 恰当的选用实际方案 或者综合性方案 也会考虑其他的因素 你也会考虑成本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 这个项目的特征 来考虑了你采用什么方案 总之你的方案 只要说你的方案 跟以往一致的 保持不变 这样的凡是这样的选择项呢 我们基本上都是错的 那我们再来看看 进一步审计程序 它的从性质 实验安排和范围的考虑 在设计进一步审计程序时 下列因素中 注册或者应当考虑都有 我们在设计进一步审计程序 要考虑风险的重要性吗 以及重大挫暴发生的可能性吗 这都是与重大挫暴风险相关 那影响到进一步审计程序 设计的格内交易 账户余额和披露的特征 你这一个账户的特征 不同的账户 不同的项目 它出现错误和舞弊的可能性 它不一样 背景呢 我采用了特定的控制的性质 你这是采用什么样的控制 是自动化控制 还是人工控制 那我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那就不一样 那设计的就不一样 你看如果是自动化控制 那我就对它的什么 我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那我就可能会依赖 对它的一般控制进测试 对它的信息处理控制呢 可能就测试的要少一些 所以这些都应当考虑的ABCD 所以在设计进一步审计程序时 注册或者应当考虑风险的重要性 这就相对来说你要记忆一下 重大触发生的可能性 以及涉及到各类交易账户余额 披露的特征 背景内外采用特定控制的性质 特定控制性质就是 能工控制和自动化控制 一般都是这样 注册官司是否你获取审计证据 以确定内部控制在防止和发现 比纠正重大触发方面的有效性 这就是说呢 你注册官司是不是准备采用 准备信赖内部控制 来对内部控制进测试 你如果准备信赖内部控制 那你就要在进一步审计程序里面 就要安排做控制测试 所以呢 大家要注意啊 才涉及进一步审计程序时 还要考虑这些因素 这些因素到后面也会影响到 我们具体的采用什么样的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啊 或者是什么 范围啊 或者时间安排 这些都可能有影响 下列选项中注册官司在确定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时 通常要考虑的是有 我们把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各有一道选择题 我们首先看 确定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时 我们要考虑的有 我们主要考虑的是 认定层次重大作保风险的评估结果 这是首先考虑的 是吧 首先考虑的 认定层次重大作保风险评估结果 以至于评估的 认定层次重大作保风险产生的原因 你不同的原因 产生的不同的原因 那我们的进一步审计程序不一样 你如果是这个是什么 他可能是由内部控制 或者业务流程设计不合理 就是内部控制设计不合理 所产生的 那我就要看这个 这是他不合理的地方 来实施相应的审计程序 或者是他容易多击啊 容易少击 这是一定要根据他的原因 就像我们治病一样 一定要找到你的病因 那里 他要针对性的去治疗 进一步审计程序就是 针对性的去治疗 是不是 确定的重要性水平 重要性水平 那是主要是与你的审计方位相关 重要性水平 主要与你的审计方位相关 我们这里呢 你产生什么来性质 我们就是看你 实际上是审计程序性质 就要根据你错报的性质 错报的风险的高低 来确定我们的审计程序的性质 这是要注意的啊 你要考 我们等一会看 什么叫做审计程序的性质啊 你采用的是实际程序 你主要依赖实际程序 还是控制设置程序 这也是性质啊 那么你采用是询问观察检查 这也是性质 是不是 这个重要性水平 主要是与什么相关呢 主要是与你的范围相关 与你的审计程序范围相关 在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时 注册关系是否你利用 被谁那位系统所生成的信息 你如果是准备利用系统所生成的信息 那我就要什么 我在 我就要采用对他的一般控制 和信息处理控制 我就要去什么 要进行测试了 所以这也 就是确定了测试的性质 所以通常考虑的是 ABD 我们来看啊 应对风险评估时 合理确定审计程序的性质是最重要的 这句话也注意啊 我们审计程序的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这三个方面 哪一个最重要啊 你采用什么样的程序最重要 性质啊 这三个里面 性质最重要 是吧 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 性质最重要 这一点大家注意 那么审计程序的性质 是指进一步审计程序的目的和内行 目的呢 就是什么 进一步审计程序目的是通过 实施控制测试 以确定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 通过实际程序 以发现任定程序重大错暴 实际上就是审计程序的性质 包括什么 包括控制测试 包括实际程序 这是大的分类 那么 它的具体的分类呢 就是进一步审计程序的 内行 就是检查观察询问 寒证重新计算 重新执行 分析程序 这里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采用什么样的方法 因为不同的错暴产生原因不一样 你采用的方法它不一样 采用的方法不一样 是吧 所以呢 你说讲的进一步程序的性质就是 从大类来说 就是控制设施实际程序 如果从具体来说 就是询问观察检查 这些具体的程序 我们讲的这个七大类 这个具体的基本的审计程序 那我们在控制测试和实际程序的时候 就会用到这些具体的审计程序 这叫做审计程序的性质 那在确定进一步审计程序性质时 注册官司首先考虑的是 认定辞职重大挫暴风险的评估结果 这里要注意啊 这里写首先考虑 如果考考试的时候 他要说单选题 他说首先考虑的是什么 你要注意啊 考虑的是风险评估的结果 不是原因 风险评估的结果 说到总理商把握 认定层次重大挫暴风险评估结果 对你选择进一步审计程序的影响之外 在确定你实施审计程序时 注册官司接下来应该考虑 评估到认定层次重大挫暴风险产生的原因 再考虑什么 他的原因 先考虑评估的结果是高还是低 是哪一个认 是发生的认定 出现重大挫暴风险的 是高还是低 是不是 包括考虑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和具体特征 以及他的内部控制 这就是你到底是 他的内部控制所引起来的呢 还是属于这个交易计算比较复杂所引起来的呢 这就是看待具体的特征 来采用 主要依赖是什么 你要考虑他的这个什么 考虑他的内部控制 需要说明的是 如果在进一步审计程序时 你利用备行单位系统所生成的信息 注册官司应当就 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获取审计证据 你利用了备行单位的系统生成的信息 那你要考虑与系统 与这个信息相关的什么信息系统 他能不能够保证这个 你这个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所以也要考虑啊 所以这就是选项D 大家把确定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信息的时候呢 我们特别要注意 首先考虑是结果 再考虑的是 他的原因 影响到我们进一步审计程序的 信息的安排 我们就看下一道题 是有关进一步审计程序的 时间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如果背景那位 控制环境良好 注册官司 可以更多的在其中 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这是呢 对的 如果控制环境比较薄弱呢 我们尽量把进一步审计程序 安排期末和捷径期末来进行 那注册官司在确定 何时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时 需要考虑 能够获取相关信息的时间 你在何时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你肯定要考虑 什么时候能够获取相关的信息 你做气候事项审计 那你肯定只有气候事项 在气候的时候才来实施 对于背景呢 发生的重大交易 注册官司应当在期末和捷径期末 和期末以后来实施实施程序 那对不对啊 那不对啊 对应该说 针对重大挫法风险 不能说你交易重大 我就一定在期末和捷径 和在期末以后来实施程序 如果你的交易在五月份 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我们在期中审计 我六月份 我七月份来审计的时候 你之前的重大交易 我可以先省计 这交易 不是说一定要在期末 我们说重大挫法风险比较高的 我们可能安排 尽量安排在期末和捷径期末来实施 所以这个呢 它是不对 这是不对的 是吧 这个表述不对 那如果评估的重大挫法风险为低水平 注册官其实可以选择 在资产负债表日前 适当的日期为节制日 实施寒证 这寒证的是我们讲过 如果是重大挫法风险 评估水平比较低 我们可能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前 为节制日实施寒证 对于节制日后的这个适合期间 我们获取相应的补充证据 就可以了来推断期末的应收账款的 它的什么 假设这是应收账款含证 期末的应收账款的余额 我们可以了 这个只要对生育期间要实施 实施程序之后 我们就可以是吧 认定期末的应收账款的余额 所以这个呢也是对的 所以错误的呢 就是选项C 注册官司在确定何时实施审计程序时 主要考虑下面因素 控制环境 控制环境别薄弱 那我们要把进一步升级程序时间 尽量安排在期末和接近期末来进行 错暴风险的性质 这是什么样的错暴风险 假设我们说是一种 节制 它容易发生错暴 那我们只能在期末 节制的前后来实施 如果是看这个 他可能呢完整性认定 或者是他负债 他可能没有记录 那只有期末结束之后 你没有记录 我才认定你没有记录 是不是 你这就是呢 不懂的错暴的性质 他决定了 我们什么时候来实施实证程序 何时能够得到相关信息 以及审计证据 适用的期间和时点 审计证据 适用的期间和时点 编织财务报表的时间 尤其是编织某些披露的时间 那你给你 你只要他 披露完了 你才能什么 你才能检查来披露 当重大错法风险比较高的时候 注册官员应当在考虑在期末和 接近期末来实施实证程序 而不是对于 背景来外发生的重大交易 一定在期末和接近期末来实施实证程序 我们再看去年的一道考题 在确定进一步审计程序的范围的时候 这道题就是这样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范围 下列各项中不需要考虑的是 评估的重大错法风险越高 我肯定要查的越多 这是要考虑的啊 是吧 确定的重要性水平 重要性水平越低 审计的证据量就越多 范围就越多 计划获取的保证程度 我计划从控制设施中获取的保证程度越高 我肯定要多做控制设施 计划从实施程序中获取的保证程度越高 我就要什么 我就要 对实施程序范围就要越高 实施审计证据的成本 有些人也选了这个 实际上我们在确定进一步审计程序范围的时候 没有考虑这个因素 在实施中也可能会考虑 但是我们的教材里面说 在确定进一步审计程序范围时 注册官司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重要性水平 重大策划风险 计划获取的保证程度 这三个方面 不包括实施审计程序的成本 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这个你不能说光考虑成本 而不考虑什么 我们整个这个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这个方位 可能呢 他就达不到达不到这个 我们的审计的这个目标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目标 我们的审计程序的目标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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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目标